我经常跟同志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识的朋友是在哪认识 现场的观众跟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不妨有空的时候掰着石头数数 你目前的好朋友大概有几个 这几个好朋友大概是从哪认识 我们发现人们最多的朋友是这样一些朋友 比如同学 邻居 业务伙伴 还有就是社交的朋友 那你社交朋友 你这边有个认识的处所在哪认识 我们现在不至于到街上去 在公共汽车上在地铁上碰到对面一个人 尤其是异性上去跟他说 我想认识你行吗 一般肯定会遭到拒绝或否定 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认识的地方 其实我们认识的地方 我们曾经讲的比如宴会啊 比如舞会啊 比如音乐会啊 这就是比较容易认识的地方 像比较重要的交际舞会 请谁跳舞 他就有讲究 一般而论 交际舞会上第一支曲子 应该和自己一块去的那个舞伴跳 如果你要组织个舞会 您会知道组织舞会的有这么一个技巧 就是一般要求每个参加舞会的人呢 最好请一位异性到场 按照国际上标准的说法 这个疫情可以跟他是任何关系 老婆老公 男朋友女朋友姐姐或者弟弟 女同事男同事 甚至老姐老妈老妹都可以 但是必须是个异性 你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吗 这样做的好处就可以使舞会的参加者 男女比例均衡 否则我们有地方很麻烦 比如煤矿 钢铁厂 纺织厂 医院 要么男多要么女多 那你要不考虑你男女比例均衡就麻烦了 经常有这样的同志 没有异性可请或者背情就跟椅子练 总比跟自己在那傻战要强 那即使你这个要带一个异性去的话 他就容易使现场的比例均衡 但是有规定 舞曲低支必须跟自己一块去的这个人挑 表示对他尊重 你不能胡勒 本来也不想你你来 不你你来进不来 所以带你来 进去之后自摸自胡 那这个不行 你请来的人 第一支曲的请他跳 这是礼貌 你还想请怎么办 顶多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最后一支曲子 告别曲 除此之外 你在舞会上就要多交朋友广结善缘 请不同的人 比如出于礼貌 你应该请一请女主人 或者男主人 如果我是个男士 我参加一个舞会 我必须请女主人跳舞 当然我要请不上 那算我没面子 但是我必须请 那么主人怎么办 主人第一支曲子一般是跟自己那口子跳 第二支曲子就开始请贵宾了 出于礼貌 女主人和男主人 第二支曲子应该是跟在场地位最高的那个客人跳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我是男主人 我第二支曲 第一支曲子跟我老婆跳 第二支曲子我要请谁呢 就是在场的地位最高的那个男人的女人 那比如我这有一个大使和大使夫人 但是我这在场的客人中地位最高的 那我第二支曲子就来请大使夫人 这是对大使表示尊重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个舞会上请谁他有讲究 另外呢舞会上有些基本的礼仪你必须知道 比如舞曲的选择 一般而论交易舞曲这个最好是乐队现场演奏 倘若不是现场演奏播放唱片也有个讲究 比如要有张有迟有松有紧有快有慢 从头到尾都是狂欢音乐 那不把人给累死 所以一张一池啊 有快的有慢的有格调高昂的有轻松舒缓的 给大家一个一张一池的这种调节 另外呢国际惯例正规的交易舞会 结书曲都是这样一支曲子 一路平安 这个苏格兰的那种民谣 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友谊地久天长 大家有经验的都知道去逛大商场或者去参加舞会 这曲子一放意思很清楚 你该走人了 啊 他是暗示你的 所以这给我们一提醒 我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档思啊 经常跳跳挺高兴的呢 主人告诉你 拉闸了 你们走吗 不走我就拉闸了 正好高高兴兴 他破坏你革命心情 那没有这种比较规矩了 当然你得知道啊 有一地久天长这曲子 你不能瞎放 这也是个事 啊 我记得若干年之前接待一个英国客人 住在某家酒店 那天那个英国客人告诉我 说请你帮个忙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要过生日了 啊 我要过生日了 我过生日了 住在这个酒店的 你们这个酒店服务不错 看我护照 发现我过生日 给我办一个生日party 在我在你们这没什么熟人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找几个熟人来啊 否则多寂寞 我说行啊 我找了十来个同志进去了 啊 我们十来个人 按照那个点 一进那个舞厅 第一支曲子就开始了 友谊第九天长 哇 把这英国人气坏了 跟我讲耍我 我说为什么 刚进来就让我滚蛋 后来我问了一下主办方 主办方其实是弄巧成拙了 他们知道他英国人 他们知道这支曲子英国曲子 他们觉得想放给他听 应该是爱听的 但没想到这是杰书曲 啊 所以这种事你不注意就很麻烦 那么在交易舞会上 有下面几个非常重要的礼 要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重要的礼 请人有掌握 一般的游戏规则 应该是男人请女人 但是舞会礼来自西方 西方礼讲女士优先 所以男人请女人时 女人是可以拒绝的 说白了 女人有选择权 那么现代社会推崇男女平等 女人可不可以请男人 女人可以请男人 但是既然是女士优先 所以男人没有选择权 所以男的请女的 女的可以拒绝 女的请男的 男的不能拒绝 考虑到我们奥运的氛围 倘若你在奥运举办期间 有机会给运动员 或者外国游客在一块 联欢 请您就意 国际惯例 交易舞会上 同性不共舞 就是同性之人不在一块跳舞 男的不跟男的跳 女的不跟女的跳 特别要注意 有西方欧美客人在场时 男女不跳 当然要都是熟人 那也无所谓 但是你要在正规场合别跳 因为在国际交往中 男人跟男人在一块跳舞 和男人跟男人在酒店里 住一个房间一样 别人会怀疑你是 同性恋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种活动 有一次一个老外去参加一个舞会 这个老外是个单身 结果大家去的晚了 结果这个舞会上没有异性豪情 这个舞会主办者 这方面是一个负责的同志 是个男同志 公关经理 看见这个老外 这老外叫威廉斯 加拿大 人 看着威廉斯在那一人傻傻 就好心够了 说威廉斯我请你跳舞好吗 吓得老威扭头就跑 我们这位不明白什么事 追出去 那威廉斯一看他追出去 开车躲到天津去了 这同志急了 晚上给我打电话 我说为什么跳舞 我把他给吓跑 我说我告诉你 这叫性骚扰 这老外这套是不懂的 所以你如果你在国际交往中 你这个男人是不能请男人跳舞的 女人可不可以请 我们讲了西方交流 国际礼仪 讲女士优先 一般来讲 女人请女人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是女性 我建议你也别这么干 因为女人请女人 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上面的 那个假定就是没有男人请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一个女人跟一个女人在现场跳舞 等于向在场的男人发出求救的信号 弟兄们请注意 目前还没有男人请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人太没有面子了 就奋起自救了 请你们在场的哪位绅士 挺身而出 见以勇为来英雄救美棒 SOS 你说实话 你混到这份上去 是不是也挺没面子的 所以宁肯不参加 回家也别在那这么样 招人家见笑 所以实际上一般女人 在重要场合 她也不共舞的 刚才讲了 男人请女人 女人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请你注意 比较重要的场合 我们要拒绝别人 要代之一礼 不能乱来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按哪去 哪去 我还见过更狠 一扭头 给人一厚老手 我那天讲了 我建议最狠的 拿出一镜子 让人家照照 是吧 瞧人家德性 这就不太合适了 是吧 你没有必要接受邀请 但是你别对人家进行人身的攻击和侮辱 这恐怕也是一种常识 我们曾经说了 李仪是讲沟通的 那么在舞会上 有约定苏承的拒绝的语言 人家说了 请你挑支曲子吧 不愿意 请你跳吧 不跳 这都不合适的 他有标准化说法 最标准的拒绝别人邀请的说法是什么呢 首先说谢谢或者抱歉 对不起 然后告诉对方 有人请过我了 这是最标准的拒绝的语言 你想想 我一个人在那站着或者坐着 有人请了 我早就下去了 下了五十了 那我一个人在那坐着站着 他就是没人请 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不愿意跟你跳 但是我照顾你的尊严 我跟你台阶下 这是非常文明的一种说法 可是我得注意呢 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 跟现场的观众 尤其女士们注意 当你用这句话拒绝那个请你跳舞的男人时 你得瞪着眼睛 看准了 这家伙是不是容易跟你沟通的那个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说这场行话 他听不懂就很麻烦了 我见过 那天一个女孩子说 不好意思 先生 有人请我了 那问谁请的 怎么没见人呢 那搞得你很尴尬 当然我还见过更狠的 有人请你了 没事 过一会我再来吧 那女孩说 下之取的也有人约了 想断她的死路 不让她再来骚扰自己 下之取的也有人约了 那我问 没关系 那我最后再来 你等着我 咱俩不见不散 你死定了 所以你说这话 你就得明白 你说的话 他得听得懂 这是我上次讲的一个沟通的问题了 对象话 你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另外呢 我们拒绝别人呢 还有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常规的说法 那就是我不熟悉这种乐曲 我不会跳这种舞 说实话 在场的男中志都有数 在舞会上相对来讲 女人的位置比较被动 有男人带着他转几圈也就行了 一般女性在音乐和舞蹈方面的敏感程度比男人强 容易学会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一个女性告诉你 她不会跳这曲 不会熟悉这首曲的话 还是那个意思 不想跟你跳 不会跳 她就不来 那你得明白了 人家让拒绝你 那你说说 哎呀 太遗憾了 你就走 你可别傻 另外 在比较正规的场合跳舞 要注意的自我要求和自身文明的程度 比如 服装要干净整洁 宽松 有度 是吧 你要穿一拖鞋式 凉鞋 你要一跳探个鞋出去怎么办 探的人身上去怎么办 你的衣服太紧 一使劲 拉链开了怎么办 说个很不雅致的case 我就亲眼见过舞场上 有一先生拉链开了 很惨 我们还不能提醒他 但是不提醒他 不合适 提醒他 也不合适 我们凭什么就注意到他那呢 所以这样一些基本的规则呢 恐怕我们讲一讲是必要的 关于舞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虾奖韩蓝物 俗话说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人喜欢喝茶 喝茶叫有茶具 为什么中国人喝茶最喜欢用紫砂壶 它有什么样的奇妙功能 为什么历代文人默克都以拥有一把精致的紫砂壶为荣 为什么湖一界会流传一湖传世万湖碎的说法 南京大学康尔教授说湖论湖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传奇紫砂壶 越不凡 越平凡 胜得西南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 最高远的是天空 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 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那么在日常交往跟工作中 我们经常遇到的第二个娱乐的情况 就是观看演出 我这里特别强调一句话 中国人民都讲的一句话 叫物以类聚 性以群分 就是人们 喜欢钓鱼的 喜欢打扑克的 喜欢打个门球的 喜欢在一块唱唱京剧的人 他往往是性格情感关系比较密切的人 所以作为社交的一种形式 我们有的时候 把高尚演出的门票送给客人 或者邀请客人一块去看演出 既是一种礼物 也是一种交集 性以群分 所以呢 既然如此 观看演出 有些基本礼貌要注意 第一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应该是迎送客人 特别在一般的社交场合 男性有义务迎送女兵 当然 人家女客人要拒绝 你就别勉强 是吧 有一有二 没有三 马小姐 你需要我接你吗 人家说不需要 你可以讲 别客气 需要的话 我愿意为你效劳 人家说实在不需要 那就别说 没关系 我还是要送的 需要也送 不需要 还是要送 那你就点赖了 是吧 尊重别人的选择 但是你有这个义务 长辈啊 外地的客人呢 女孩子啊 这个你接送他恐怕是一种基本的礼貌 啊 另外第二个点要注意呢 观看演出啊 国内外交往中都有一个基本的礼仪 就是提前入场 对号就做 啊 你可以设想一下 这个进口大片或者这场高尚音乐会已经开始了 还有不断的观众纷纷入内 频频从你身边走过去 你什么感觉 你非常不舒服的 啊 我们一般要求观看演出最好提前十分钟到场 啊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礼节是什么呢 在观看演出期间 不能够制造噪音 各位 您看演出 您看电影也好 你听音乐会也好 你看京剧也好 你看话剧也好 你有时候有没有导过这样的霉呢 你边上碰上一堆恋人 或者碰上一段夫妻 那帅哥好为人事 啊 刚出来一个主角 帅哥就讲了 坏人 刚出来一个美女帅哥讲 这个人就是杀手 啊 爱情刚刚开始 他就讲了 这个爱情是没有正果的 这叫精神谋杀 你看演出 不就是要随着剧情的发展 你那个有大起大落 悲欢离合那种审美的感觉吗 这个主角刚出来 别人就告诉你 这个人会死 你什么感觉 你不太好的 所以在观看演出期间 你不能够随便对剧情进行评价跟解说 啊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貌 手机 呼机 要关机 或者改振动 现场不能接听移动电话 那我记得两年之前 有一个著名的指挥家 在我们北京的某一家剧场 指挥一场音乐会 因为台下有人频频接听手机 使这个指挥家中断演出 向在场的观众表示抗议 我相信现在我们北京不会出这种事了 我也相信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现场的观众 不会成为这种是非的制造者 假如在举行奥运期间 观看演出 观看比赛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同志在场 恐怕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形象跟民族形象 啊 这是那个剧场跟比赛现场的硬件不能替代的 这是人的问题 软件啊 接下来呢 就是要对演员表示支持跟理解 啊 对演员表示支持和理解 我有三个要点要跟同志们谈一谈 第一个要点 不能够在观看演出时随便的拍照 摄影 录像 录音 啊 作为现代人 文明人 大家都有知识产权的意识 啊 演员的演出 他的节目 他本人的肖像 一般受知识产权保护 何况你在观看演出中 你上蹿下跳 左蹲右趴 你在那去拍照 摄影 录像 录音 你会影响其他观众的观看 所以 李怡告诉我们 在观看演出期间 不能够自行的拍照 摄影 录音 和录像 这是对演员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第二 鼓掌和喝彩 要在适当之际进行 啊 你比如说你观看一个比较长的一首交响曲 他有的时候会有几个乐章 啊 类似我们说的所谓过门 那么几个乐章之间 一般你不要鼓掌 一般在整个演出结束之后 演职员泄墨的时候你才去鼓掌 啊 我们经常有同事这样 本来那个演出没完了 就是一个暂时的停顿或者过门 就开始鼓掌难鸣 啊 这样在其他的人来看就愣弄巧成拙 说明这个人不太懂行 另外你要注意 什么鼓掌呀 喝彩呀 要采用规范的形式 啊 别制造造音 今天还有同事 拿手乱拍 俩脚乱灯 然后还把什么喝的一拉罐之类的 弯上扔 还有哥们把肚子露出来 喵喵喵 开大肚子 啊 更有甚者弄个喇叭 弄个后 弄个鼓之类的 那又不是拉拉顿 一般比较高雅的演出 此种做法 有辱斯文 不太合适 最后一点 你对演员的支持 你要表现在什么呢 你可以向演员索取签名 你也可以让演员加演节目 同时呢 你也可以向演员去献花 并且邀请他跟你在一块合影 诸如此类 但是要注意 不要为对方制造麻烦 啊 你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他加演节目 加一只取的是可能的 加两只也有可能 一而再再而三 你也得想到他的能力 他也是个活的 他也是个人啊 机器用完了 他会死撤 和矿衣活人 是吧 另外你要想一想 你去让他要求演员 拍照 合影 签名 留念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有的时候 你应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 就是没有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 是吧 比如人家表演之前 正在那运气 正在那化妆 你上去找人家 合影跟签名 他还不好意思拒绝你 有麻烦 特别是在演出期间 你要冲上去 哎 我们国内现在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是吧 人家正在那表演 那我们再扑上去一个抱着别人 轻一口 然后就跑 对人家进行措手不及的袭击 恐怕会让人家整个演出呢 受到干扰和损害 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 最后一般我们来讲呢 就是观看演出啊 最后一条礼 要注意就是善事善终啊 当演员表演结束时要鼓掌 当演员羡慕之后再可以离开 我到现在我不太清楚 我不了解我们有个别同事什么原因 下飞机也好 看演出也好 没到该走的时候就走 你打个比方 你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停稳之后 你才方便起来拿东西 否则飞机滑行的时候 你把那个行李架打开 没准行李出来 砸你头 搞你老震荡 同样的道理 看演出也是 按照程序 人家那个演员表演 羡慕之后 鼓掌向你道别了之后 致谢了之后 观众才可以离开的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要么就是那个演员没羡慕 观众走的差不多了 要么人家正在台上 在那羡慕之后 我们这样就不断的走 这其实是个非常失礼的情况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屋 紫沙湖 它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兼有实用和审美双重价值 它千姿百态 形态各异 在专家的眼中 什么样的紫沙湖算是精品 什么样的紫沙湖算是次品 紫沙湖有什么尽赏原则 我们又应该如何收藏紫沙湖 南京大学康尔教授 唯一精彩讲述 传奇紫沙湖系列是 慧眼看似杀 学外语 兴趣是关键 顾不高外语通 iPhone 最有兴趣激励吧 需要学习 极乐无穷 顾不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更快 更强 更优 奥优 没有激情的工作 会荒废你一生 好工作 上智联招聘 最后呢 我想跟同志们讲讲旅游观光 那么我们现在呢 很多同志啊 有财力 有精力 有实力 去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更有不少国人走向世界啊 去看世界的名山名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买人生一大快事 但是我们在日常交往工作中 不管你是阴工也好 还是阴司也好 你陪着客人也好 你自己徒步旅游也好 你去进行旅游观光游览之时 你遵守基本的礼貌 恐怕是一种必须 啊 那我下面的要点呢 来跟同志们说一说 第一个要点 遵守社会功德 比如 以下几个点 恐怕就是基本的社会功德 是你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 第一 爱护环境 随地吐痰 随地乱扔废物 随手踩车 这是我们很多国人过去的一种不文明的习惯 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这样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少了 但是依然值得我们注意 第二呢 保护公务 比如 你在国外参观一些文物景点 包括我们国内的故宫啊 啊 公王府啊 你到丽江区 穆王府啊 这样一些 非常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些景点 他有一些规定吗 比如 不能吸烟 那你搞不好会失火 不能拍照 不能够随便涂抹 有些位置不能去坐 啊 另外 必要的时候还会要求你穿特制的鞋子和服装 啊 这样一些规定 我们恐怕都要遵守 有个别同事学了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称为苏武空习惯 到哪去喜欢把自己名字刻一刻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啊 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没有教养的标志 你想想 人家游客到那去旅游去看文物 看景观去呢 你那个名字涂抹在那 你是招人家笑还是招人家骂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我妈这个爱护公务是要讲的 另外我们讲社会功德呢 第三点你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入乡随俗 啊 我曾经讲了一句话 少见必然多怪 啊 我们经常遇到有的同志 他因为自己经验有限 交际圈比较狭窄 他容易不接受别人 他经常看不惯别人 哎呀 那个地方的人穿的真怪啊 哎呀 那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个牙齿那么黑啊 那那地方的人脖子怎么那么长啊 那个地方的孩子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这个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千里不同国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社会功德的一个要求 入乡随俗 要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 风土人情 景观文物啊 我妈这个第一点我们讲旅游观光了 遵守功德 这是非常注意的 那么我们讲礼仪呢 第二点你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安全 古人有一句话 行车走马三分险 所以你要有经验的人 你会知道啊 出国也好 到外地也好 在本地也好 你去玩 你是健身也好 你去渔教娱乐也好 你总不至于对自己的生命过不去 所以 于己于人于国 恐怕你都需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 比如 公园景点不允许攀原的地段 别去 是吧 那个地方有重大道路危险 人家给你树立了标志 此路不通 你非得一网无钱 你不是自掘坟墓吗 那个地方讲 此路水段不易游泳 你非得跟他高压跳水 一下拽到一个水泥板上把头给搞掉 那不太合适吗 是吧 另外呢 恐怕你到外地去 尤其到外国去啊 选择住宿的酒店 选择自己飞机的航班 恐怕有些尝试你还是要注意 比如我们有那个经常乘坐飞机经验的同志都知道 选择飞机 应该首先选择那种生育好的航空公司 啊 生育好的航空公司 一般来讲 他服务的标准 安全的质量 有口结杯啊 就比较放心了 另外 可能的情况下 你要选择大飞机 现代化的飞机 因为大飞机来讲呢 他这个安全系数就相对要高一点 第三 你要有足够经验的话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飞机呢 选择直达的航班 尽量选择避免那种中途再次落地的航班 因为你要有经验的话 你会知道呢 飞机之所以出事故啊 往往是升降期间 啊 飞机出事故90%是升的时候跟降的过程中出现的 所以你坐这个飞机有时候留着同志图省钱 中转一次 你明白吗 中转一次的话 实际上你说起落地就是四次了 这个你的危险的概率就上了一倍 你要是中转三次 你想想 你这个危险的概率多了多少倍 就是有坐飞机经验的人 他宁肯什么 利索能及范围 这宁肯多花一点钱 他避免一次那种中转升降 因为那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候 那么你住宿酒店 你也得注意 你要有经验的话 你应该选择那种啊 有良好的国际声誉 有良好的口碑 特别是那种国际连锁的国内连锁的这种酒店 那相对来讲 他的服务标准就比较化异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旅游啊 不是找事去了 所以这个旅游是与几人 都是要快乐 所以安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再讲呢 去旅游观光的要注意的礼仪是什么呢 就是要善于与别人共处 善于跟别人共处 你团队旅游 一个团不是你一个人吗 一个人他也不成团 是吧 亲朋好友 大家一块出去 那亲朋好友 他是不是也需要共处啊 再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随团出去 我一个单身男人 他安排我住一个房间 两男人住 那这可能临时就被 跟另外一个男同志 共居屋檐直下 虽然可能也就一个晚上六个小时 那我也需要跟他共处 所以从交往的角度来讲 与人共处的能力非常重要 大体上我们要注意三个要点 第一 尊重别人的习惯 比如举个例子 你喜欢晚睡 他喜欢早睡 是吧 你喜欢晚上睡觉前洗澡 他喜欢早上起来之后洗澡 是吧 你早上不吃饭 他吃饭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妨最好沟通一下 是吧 比如我跟你这位先生 我们俩住的一个房间 我们俩以前不认识 先生没请教 您贵姓 您姓王 王先生 不好意思 问你晚上一般几点睡觉 你晚上睡觉之前 你看会书吗 这个问一下 是吧 人家说11点 正好我也11点 那咱就11点关灯 人家说9点 你非得说 我凌晨3点 你不是对人家摧残和折磨吗 第二个 遵守秩序 比如旅游团导游告诉你了 我们在这个景点待30分钟 到点你就得回来 我也参加过旅游团 有个别同志还真不在自觉 说待30分钟 他待三个小时回来 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下一个景点就没机会去了 因为这辈子可能那个国家就去一次 就因为你一个个人害得大家百事好人这个地方不去 你怨声栽盗 大家都会对你有所非议 第三 你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注意 使用规范的礼貌用语 因为你和任何人打交道 你要是俗人 你要是一个单位 你恐怕会有可持续的接触 你在旅游景点 有的就是可能也就是请人上个路 有的时候人家拍照 是吧 挡了你镜头了 你你你可能也就让别人闪一闪 这辈子可能你就跟他说那么一句话 所以这种情况下礼貌用语的使用是必要的 啊 比如我正在拍照 一个同志挡了我的镜头 小姐 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让一下 挡了我镜头了 哎呦 先生 你要拍照什么 那您先拍 您拍完了 我再拍 你也就是一句话 这样大家 退幕地窟天宽 你跟别人的合作可能就顺利了 你要不说话 你要没有礼貌用语 你需要别人帮忙 你需要别人合作都非常的麻烦 所以当我们在旅游景点 在观光游览碰到他人之时 使用必要的礼貌用语 是沟通的一个捷径 啊 那么我讲的这三块 关于舞会 关于观看演出和比赛 关于旅游观光 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呢 这个娱乐的不同的侧面 啊 相信同志们在这些方面都会有最好的表现 也相信你在这个方面 礼仪 规范 带人 得体 会使你的形象更加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友善 啊 谢谢各位 下星N6GPS卫星导航手机 跟我来 Amoy 下星 眼疲劳 点认杰 认输营养 不甘涩 一波金 真金 真行 真永远 一波 伊利牌牌角 中国知名商标 高度 决定视野 角度 改变观念 尺度 把握人生 智慧精卫 引领未来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俗话说众口难调 亲朋好友相聚时 自助餐给了人们极大的自由物件 作为一种社交活动 在满足个性的同时 自助餐也有它的礼数 自助餐的餐许是什么 主办自助餐要注意的问题 徐旭菜肴又有什么讲究 中国人民大学金正昆孝生 为您讲述 自助餐中的礼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